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回头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蔡正元到底懂不懂历史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的简单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蔡正元懂历史,也就因为他懂历史 所以说蔡正元才会集成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因为卢沙也大使,讲的那四个字,叛乱政权 急到不能行 所以说今天就要跟大家聊点历史相关的话题啊 要跟大家聊一聊,叛乱政权这四个字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所以说呢,大家就得了解中国历史当中对于政权描述的三种状态啊 这三种状态分别是,割据政权,叛乱政权,伪政权 如果大家把这三种政权的模式看清楚了,大家也就知道蔡正元到底要提什么呀 那今天不仅要跟大家聊这些,今天还得回应一些啊 特别可爱网友对于我提的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有些可爱的网友啊,在这对我提出一些啊 这个称啊,这个中共才是叛乱的政权 这个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来看 今天会给大家一个回应啊 不仅如此,今天还得跟大家聊一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也是发生在台湾 这个故事是林爽文之乱 大家把林爽文之乱看明白了 大家可以更好的理解 像蔡正元这些人为什么对于叛乱政权这四个字 感觉到恐惧,怕到急 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还可以让大家看到台湾岛上大家士族历史的一部分的内容 那叛乱政权这四个字威力到底有多大 林爽文这个故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先跟大家聊一聊啊 有些特别可爱的网友啊 对我提的这些问题啊 就是称啊,劳贡啊 你才是那个叛乱的政权 大陆你才是叛乱的政权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叛乱的政权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 这个问题其实啊,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认定大陆是叛乱政权的话 这个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但是的话 你想要认定大陆是叛乱政权的话 你得有能力来评乱 或者说你得有资格来评乱 总而言之啊 对于我来说 我欢迎你来评乱呢 你有没有本事来评乱 给大家来看一看 对不对 你评乱一下试试 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个问题 叫你有没有资格来评乱 这个资格也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比如说啊 如果说啊 你这个台湾这个岛啊 你认为自己是啊 这个正统 也就是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啊 我是正统 我是正统 你可以来评论 对不对 因为你中华民国 对不对 然后认为自己才是啊 传承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传承 啊 你是中国大陆啊 那就是一个叛乱政权 没有多大的问题 对不对 你啊 你是中华民国吗 请问 请问你是中华民国吗 啊 那我相信有些同学 可能会有疑问了 这自己到底叫什么 就这种疑问 非常的有意思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疑问呢 你去问你们家赖清德呀 对不对 然后赖清德的这次520的这个讲话 你说的很清楚啊 跟大家读一小段呢 这个赖清德说啊 这个无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 或是台湾 皆是我们或国际有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都一样响亮 这一句话你出来仨名哪个是你啊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啊 赖清德提及的这三个名字啊 跟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三个啊 这个政权的类型 他也有相关的 起码覆盖了啊 这两种 首先第一个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按照现在的状态来看 国际社会的承认 联合国的加入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包含在联合国继承中国的这个权益 代表中国的这个席位 从这些角度上来看 你这个中华民国啊 这个政权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个武装割据的小朝廷 对不对 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单纯的那种啊 割据的政权 他是武装割据的小朝廷 为什么呢 比较类似南明 对不对 比较类似南明 他又小 他又弱 他又在那主张 我是啊 这个正统 我继承了这个 这个真正的 这个正统的传承 你是叛乱的 我是正统 对不对 但是他小他弱嘛 对于啊 整个中国而言 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 对于联合国而言 你是什么 对不对 你就是那个武装割据的小朝廷 这是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台湾与台湾呢 那你就是叛乱政权嘛 你又要输大旗了 对不对 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和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你讲清楚说明白呀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立一个大旗出来呀 所以说呢 就因为你搞台独 所以对不对 你就是那个叛乱政权 这也就是为什么卢沙野大使的那一个演讲里边提到了你台湾是那个叛乱政权 卢沙野大使的那个演讲啊 他这个原文里面也讲到了这些内容啊 简单的跟大家读一下卢沙野啊 这个大使讲的这些话也可以让大家看一看蔡政源攻击卢沙野大使攻击的对还是不对啊 对不对 其实彻底的不对啊 为什么呢 先看卢沙野啊 提到 这个台湾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中国的一部分 现在他要闹独立 对不对 就是对主权国家的领土割裂是违反国际法的 然后呢 目前台湾所处的分治状态是19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 然后并不影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 目前在台湾的政权是中国版图中的叛乱政权 中国政府随时有权驱逐这个政权 这就是卢沙野大使对于台湾这个问题的这个认定 他其实是有节奏的 一步一步用逻辑的方式往前去推 对不对 你不是啊 你这个台湾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现在闹独立 你就是啊 要伤害中国的主权 要割裂中国的领土 你违反国际法 对不对 然后又讲到什么呢 现在台湾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内战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啊 对在内战的角度上来讲 反正从我啊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角度上来看 你就是一个叛乱的政权 对不对 我有权随时啊 驱逐这样的一个政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正统 为何我是正统 你问联合国 你问国际社会 对不对 没有任何一个办法 所以说对于我而言 你就是那个叛乱政权了 这就是卢沙野大使 整个推理的啊 一个过程 然后咱们讲啊 这个蔡政源啊 对于卢沙 对于卢沙野大使 这个啊 不满意 对不对 首先咱们得先讲讲啊 这个蔡政源 他称啊 卢沙野大使啊 你是一个驻法国大使 你凭什么讲台湾问题 还凭什么不能讲啊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的简单 中国法国啊 中国美国一起谈 这个台湾问题能不能谈 对不对 中国的驻法国的大使 代表中国与法国在那聊台湾问题 那怎么就不能聊啊 台湾问题影响了中法的关系 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的关系 这不能谈 您算老几呢 您算哪位 对不对 你包含啊 这个很多同学说的啊 这个这个蔡政源攻击啊 这个卢沙野大使 关于啊 这个波罗的海三国 对不对 跟俄罗斯的一个关系 在那聊啊 这个提那个阿拉木图宣言 阿拉木图宣言 你自己睁开眼看看 这个小嘴一张 这个卢沙野大使不懂国际法 您算哪位还是那句话 阿拉木图宣言 波罗的海三国签都没签 对不对 乌克兰与俄罗斯啊 这场战争 然后的话 俄罗斯的正当性 来源有一点就有 乌克兰 泽连斯基 亲自退出了阿拉木图宣言 对不对 没有边界的协议了 对不对 两个国家啊 没有边界的协议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联合国如何认定 啊 谁对谁错呢 对不对 这个领土到底归谁 没法认定了 你乌克兰自己退出了 你自己不认定 这个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出现了战争 你别哭 你别喊 到最后就是拳头大的说话 所以你不承认 之前跟俄罗斯的话界 对不对 那俄罗斯 那真的是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乌克兰东部那几个州 给我拿过来 对不对 这就是俄乌冲突 俄罗斯的 以俄罗斯关于啊 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基础的法理 波罗的海三国同样也殊死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国际法 蔡正元在那说啊 这个阿拉木图啊 宣言如何如何 对不对 是独联体 对不对 独联解体之后的独联体 是基于这个阿拉木图 这个宣言 没有任何的问题 波罗的海三国没签 你别在那提波罗的海 对不对 你别在那提啊 这个卢沙爷 谈那个波罗的海三国 是卢沙爷不懂国际法 谁不懂 自己好好看看 那其实咱们也就可以看到 像蔡正元这些人 真的是急啊 为何急 说了很多不符合常识的话 说了很多打脸的话 但是展示出来那种着急的态度 对不对 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之前跟大家解释过一部分 今天咱们就直接看 蔡正元讲的这些东西 对不对 咱们直接证实这些问题 就像刚才跟大家讲的 因为卢沙爷大使这四个字嘛 叛乱政权 这个蔡正元 这咔一下他就急了 那为什么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 大家要看懂 中国历史的三种政权的类型 大家就明白了 首先 这三种啊 类型是割据政权 对对 刚才跟大家讲了嘛 如果你认为你是啊 这个中华民国的话 你就是一个武装割据的小朝廷 南明一样的一个存在 对不对 然后呢 割据政权 这是一个类型 这个叛乱政权 对不对 另外就是伪政权 这三种政权 他到最后的那个结果 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 首先啊 咱们讲这个割据的政权 割据政权啊 非常鲜鲜明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不承认啊 中央政府对于他的这个管理 对 然后的话啊 不承认你对于我啊 有税收上的这个管理责任 不承认啊 我的属地是归你的 不承认我的人事体系归你 总而言之 你对于我没有管辖能力 大家想想 看一看 这个赖清德 民进党一直以来在两岸问题上的论述 就是你管不了我 你管不了我 其实这也是民进党变相 在承认自己是一个割据政权 这个问题其实都还好 为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啊 有很多的时期啊 都有一些啊 这个割据的政权 比如说啊 大家所熟悉的跟民国相关的 那些军阀 那军阀就是割据啊 对不对 咱们学的中国历史就是啊 军阀割据时期啊 对不对 这对于中国历史上 虽然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常见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经常大家能够看到什么 这个魏晋南北朝啊 三国呀 其实都是一样 大家是割据政权 大家在啊 争天下 某种程度上来讲 你是割据政权 然后的话 起码你还有谈的一个资格 对不对 起码你还有能够得到 正统认定的一个资格 那咱们就举个例子啊 跟台湾是直接相关的啊 这个割据政权是谁呢 明正 对不对 郑成功在中国历史上 没有多大的问题啊 郑之龙在中国历史上 也没有特别的 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啊 清朝也不会说 郑成功 郑之龙这些人啊 全都是大坏蛋 没有说过 为什么呢 他是个割据政权 他不是武装叛乱政权 其实啊 郑成功 郑之龙这些人 在台湾现在 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啊 台湾对于郑成功的这个论术啊 奇形怪状啊 郑成功日本人 叫这种论术 他都来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为什么呢 搞乱了郑成功 搞乱了郑之龙啊 这个历史的这个传承 然后呢 台湾的定位就会乱掉嘛 那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对不对 这个割据政权 为什么是割据政权 为什么不是武装叛乱政权 因为郑成功 郑之龙 他们认定的是 我认定的是明朝朝廷啊 我不认定你清朝朝廷啊 我认定我是正统啊 但是呢 他为什么不是叛乱呢 他没有叛 他也没有乱 是为什么 原因也很简单 他没有自立称帝啊 对不对 严平郡王 这到顶了啊 我认为我是个王 我认为我是个公 对不对 郑之龙 也就是认为自己是个公 对不对 到了这个郑成功时期 严平郡王 在台湾岛内 老百姓称也是国姓爷 对 自姓啊 这个郑成功为这个朱 对 国姓爷 然后总而言之 他没有任何叛乱 明朝朝廷的一个行为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中国历史当中啊 对于明正而言 对于明正的评价 没有那么的差 他是个割据 对不对 他也有一定的一个正当性 一定的一个理由来割据 对不对 他不是那种啊 这个乱臣贼子一样的一个地位 所以说呢 如果承认自己是一个割据政权 起码还有一个啊 一个台阶啊 有一条退路啊 我不是乱臣贼子 但是如果你是叛乱政权的话 那你可能啊 就会倒大煤 那咱们讲叛乱政权之前啊 咱们还得讲另外一些啊 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些啊 割据政权 刚才跟大家讲了 割据政权啊 军阀割据 对不对 什么奉系啊 对不对 什么 什么滇系啊 越系 贵系啊 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军阀 对不对 然后这叫什么呢 这叫啊 割据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那就是啊 这个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 康熙时期啊 这个吴三贵 对不对 吴三贵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当中 这个名声不是特别的好听吗 这个三藩之乱 本身 它是什么呢 它是割据政权 对不对 这个是啊 清朝封的这个王 后来想要闹事啊 想要搞乱了 对不对 三藩之乱了 这个时候 它也是割据政权 它也照样是割据政权 但是 后来发生了变化 什么变化 也就是啊 这个割据政权 它变成了这个 这个 这个叛乱政权 为什么 为什么变呢 就因为吴三贵啊 吴三贵自己 人家称帝了 对不对 啊 这个国号为州 对不对 啊 然后的话 哇 这个 这个吴三贵啊 我是皇帝了 你 对不对 你一开始啊 做乱了 对不对 你一开始啊 搞反叛的行为了 所以说呢 当时啊 康熙帝平乱了 所以说呢 吴三贵到最后 什么结果呢 大家翻历史书去看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有好结果 全家 没有好结果 断子绝孙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你只要是一个叛乱的啊 这样的一个政权的话 到最后十有八九 你就是那个断子绝孙的那样的一种结果呀 讲到这个叛乱政权 大家得看到这个叛乱政权四个字 有两个字很特别 一个是叛 一个是乱 对不对 很多的人啊 喜欢什么呢 喜欢就是说啊 造反啊 这就是啊 这个叛乱政权 不见得 你哪怕是自己的这个政权里边的人 你也可以啊 你被弄成什么呢 被弄成这个啊 叛乱政权的其中的一种 今天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是谁呢 是这个明朝的 这个朱棣的这个孙子辈 宁王 对不对 然后的话造反了 史称宁王之乱 也称啊 这个朱臣之乱 啊 这个宁王造反 对不对 大家看那个什么 那个周星驰的啊 那个唐伯湖点秋香 里边那个宁王啊 这个对穿肠 对不对 对对子的那个宁王 那个宁王啊 对对子那个老大宁王 对不对 就是这个宁王之乱的 这个宁王 然后呢 这个宁王啊 刚才跟大家讲了 朱棣的这个孙子辈啊 这个朱元璋的 虫孙子辈 自己是王爷 自己造反 对不对 然后呢 自己的子孙后代呀 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呀 但是哪怕是 自己这个政权 出来的人 你到时候也有可能成为那个 对不对 这个叛乱政权 为什么跟大家讲宁王这个例子呢 对 那就要讲一讲老蒋的这个法理和法统了 对不对 老蒋啊 假如说你台湾认为我自己是中华民国 对 你是中华民国 你也是叛乱政权 为什么呢 你没法理 你也没法统啊 你老蒋去台湾岛上的时候 之前跟大家聊了嘛 你是个平民老百姓啊 你没 你不是中华民国总统啊 中华民国总统是 对不对 是这个李宗仁呢 跟李宗仁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 李宗仁也没有授权给你啊 老蒋说啊 你重新当这个总统吧 是你老蒋自己辞掉这个位子啊 结果呢 你老蒋也没有任何的法律程序 对不对 你连个什么国民大会你也不开 对不对 你更不要说啊 什么选举啊 什么 什么都没有 总而言之吧 就那种授权的那种 那种流程 老蒋是一个都没走 就搞了点什么呢 这个国民党的什么中常会 在台北宾馆里边开个小会 对不对 演了一下啊 这个三请三让啊 老蒋啊 就在那啊 复刑事事了 发了个公文 复刑事事 对不对 然后的啊 我我我重新来了 我重新来 对不对 我重新来 因为李宗仁啊 李总统 然后的话 那个那个生病了 身体不好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复刑事事 我重新当这个大总统 你这叫什么行为 之前跟大家讲了吗 伪政权 对不对 最少最少 你也是个叛乱政权 为什么 你造反了宝贝 老蒋你造反了 你这你这玩意 就是个叛乱的行为 你知道吗 李宗仁总统还在 你你1950年三月份 你就在那说复刑事事了 然后对于老蒋来说 啊 这个如果想啊 不成为那个叛乱的政权 如何来做呢 非常的简单 奉李宗仁总统啊 为总统 对不对 哪怕李宗仁总统 然后他没有 没有去台湾岛 你一直以来都说啊 李宗仁才是我们的总统 你这玩意就不是叛乱政权 对不对 就像什么呢 就像明正一样嘛 然后明朝皇帝也没有去台湾岛啊 对不对 南明的那些皇帝 好几个皇帝 没有一个去台湾岛的 对不对 可是呢啊 郑成功 郑之龙 明朝皇帝 才是我们的皇帝 南明的这些皇帝 才是福王啊 是别什么福王 就是我们的皇帝 对不对 总统这样 哪怕他不来台湾岛 我也认呢 我也认他是我的皇帝 你看 明正在中国历史当中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说呢 大家看蒋介石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一个法理 大陆这边 还没跟你往下去说呢 对不对 还没有指着你说 你是伪政权呢 还算是给你留了三分的薄面 现在对 有些啊 这个跟国民党啊 比较关联的像蔡正元 这种正棍 开始叽叽歪歪了 开始难受了 你难受 你受着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对不对 现在老共大陆这边 还给你留面子的 你再叫 你再叫 你到最后伪政权 伪政权你更惨 比叛乱政权还要惨 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个啊 这个关于啊 这个台湾岛对于郑成功的一个定义啊 咱们也跟大家稍微的细细的讲一下 就是台湾岛把什么这个郑成功认定为日本人 对不对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 就是说郑成功啊 这些人到底是啊 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啊 有些人说啊郑成功的妈妈是什么日本人 这跟什么妈妈什么 这个没关系的啊 宝贝 跟什么有关系 郑成功他们自己认定 对不对 然后他遵守的是谁呢 遵守的是明朝的皇帝 他认为他自己是明朝的子民 接受明朝的这个封赏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严平郡王这个名字也就来了 然后呢 在这个民间认为台湾的民间呢 在台湾的民间也认为郑成功是什么呢 国姓爷 为什么是国姓爷 因为子姓诸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然后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啊 明朝啊 明朝的子民 明朝的一个王爷 明朝也认为他是自己人 那如果说啊 这个郑成功是日本人 那日本的这个官方的公文 跟这个郑成功有什么往来吗 这个日本人有没有封 或者说 有没有认命啊 这个郑成功是什么什么官啊 什么什么王 或者什么什么的一片啊 封地的什么什么人 没有 日本的官王 你给我找出一封来 日本人不认为郑成功是啊 日本人 郑成功也没有说 我奉日本的天皇是什么什么呀 没有过呀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这郑成功跟什么日本人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现在在台湾岛上跟你讲 郑成功是日本人 纯纯的有病 知道吗 跟大家多讲一句这个啊 接下来跟大家聊 叛乱政权第三种形式啊 武装啊 这个割据政权啊 这个叛乱政权 再加上伪政权 这第三种的形式啊 这个伪政权 那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我相信啊 大家对于伪政权很了解啊 对不对 汪伪政权 汪精卫 对对 汪精卫最后什么结果 对没有活路 跟你讲 只要你是伪政权 必然消灭你 这个伪政权 其实对于两岸来说 曾经啊 也是啊互相攻击的一种方式啊 对不对 别说两岸 东德西德 然后的话 南越北越 都曾经啊 这么互相攻击啊 这个南越北越啊 互称对方啊 是这个 这个美国人养的 那边 这个这个 那边就说 你是这个中国养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东德西德呢 一边说啊 你是美国养的 另外一边说 你是苏联养的 这是东德西德 互称是对方扶植起来的啊 对方是什么 美国或苏联 或中国扶植起来的 伪政权 对不对 汪伪政权是什么 日本人扶植起来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中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中华民国两岸 曾经也这么互相攻击过 一边称啊 你是啊 这个这个苏联养的 对不对 你这边 大陆这边就称啊 你是那个美国养养的 那关于这个伪政权 那未来 咱们就等着看 对 大陆这边 如果只称你是伪政权 你真的要找大美 曾经也只称过你啊 对不对 如果说啊 这个大陆说的是错的 你也可以啊 辩驳一下 那如果大陆说的是对的 你就是个伪政权 你未来真的要到大美 对不对 刚才跟大家讲了 你蒋介石 你已经有了 伪政权的一个苗头 也就是 你没有任何的法理 来继承那个中华民国 反而你自己 对不对 自己就称帝了 对不对 你登基了 你当 你又复刑事事 要当那个总统了 你没有任何的法理的基础 伪政权的苗头就来了 不仅如此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对不对 刚才跟大家讲的 对不对 是不是事实 你是不是啊 其他的国家 扶植起来的伪政权呢 首先咱们先看 这个啊 台湾经常攻击大陆啊 你是苏联啊 你是苏联俄国 你是俄国人 扶植起来的 哎呀 这个 这个俄国啊 这个扶植不扶植 不知道 但是总而言之啊 现在俄国的经济靠谁 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 打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通货膨胀啊 没有起来俄罗斯的武的 这个这个武器的生产能力 这个美国 美国的国务卿 布林肯亲自认定啊 这个俄罗斯武器啊 这个生产能力 超过了苏联时期 靠的是谁 你自己猜 反正总而言之 无论是美国人 还是啊 这个欧洲人 都阴阳怪气的提 你中国别支持这个俄国了 别支持俄国了 现在你可以看清楚 中俄之间 谁大谁小 谁是大小王 看得明白吗 啊 谁扶植谁 没有中国俄罗斯 能撑得住吗 谁扶植谁 谁是谁的伪政权 动动您那小脑的官 好好想一想 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对不对 谁没出息 谁知道 谁好好发展 谁知道啊 那对于现在的台湾岛而言 你是不是美国扶植的 让大家看一看 对不对 你跟美国的关系 对不对 有些啊 特别可爱的网友一说啊 就是啊 美国可厉害了 天明天将 对不对 美国的特种部队 在台湾岛正培训台湾的军人呢 哦 美国扶植的是吗 真让大陆开始指责你 你跟美国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伪政权的帽子顶上来 然后你就想想自己的结果 汪精卫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就会看中国历史当中 这三种政权的类型 不同政权的类型的 不同的结果 你就知道为什么 像蔡正元这些人 他会急 他懂历史 他当然急 伪政权是必然被消灭 这个东西没得谈 这个叛乱政权呢 他这个结果也不是特别的好 为什么呢 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一个啊 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是林爽文事件 对林爽文是谁 林爽文是啊 是这个当时的台湾人 对 从这个福建啊 然后的话去闯台湾了 到了这个台湾岛上 然后搞了一个 搞了一个叛乱吧 叛乱当时的清朝啊 这个清朝皇帝啊 这个乾隆啊 搞叛乱了 林爽文呢 本身呢 是这个天地会的人 他在这个台湾岛也发展 这个天地会的一个组织 总而言之吧 也就是啊 这个反清的复明 清朝皇帝啊 那全都是坏人 对不对 反了这个清朝 跟这个清朝作对 林爽文本身是这个福建的这个张州人 然后呢 这个林爽文呢 就啊 在这个福 在这个台湾岛啊 找老乡啊 全都是张州人 大家联合起来 造反了 歧视了 这个造反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个造反啊 确实是被认定为什么呢 被认定为这个叛乱政权 因为林爽文到最后 这个歧视起大了 也啊 也搞了一个 搞了一个这个这个啊 这个这个朝代 搞了一个朝啊 搞了一个这个国号出来 然后这个国号啊 还是什么 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 叫顺天 还是天顺啊 天顺 这样的一个国号啊 然后的话啊 我总而言之啊 我林爽文啊 是个皇帝了 结果呢 林爽文到最后 被这个福康安 福康安又是历史上的名人呢 对不对 库尔卡之战 亲平撤迁的啊 主要的这个促成人 这个福康安 然后也是啊 跑到台湾岛上 把这个林爽文啊 给干掉了 林爽文最后什么结果 咱们先看一下 这非常的有意思啊 林爽文呢 这个集啊 这个猪药犯啊 接案大清律例啊 凌迟处死 消首示众 凌迟不算完 还把脑袋砍下来 消首示众 这给你挂起来 对不对 原籍祖坟 近被刨挖 就是福建老家的祖坟 全给你挖了 对不对 然后他这个家眷连坐 女性发配边疆为奴 十五岁以下的男童 被压制北京交内务府 阉割充当太监 这是什么 这叫断子绝孙 你的孩子 我不杀了你 给你断子绝孙了 给你嘎了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什么呢 叛乱政权的一个结果 断子绝孙 大家知道为什么 蔡正元这些人挤了吧 给你认定你是啊 这个这个叛乱政权 跟把你认定为 这个割据政权 最后那个结果 完全不一样 割据政权的名正 对不对 到最后在中国历史当中 没有多大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如果你是林爽文 哎 你到最后结果 就是断子绝孙 这是最惨的那种结果 所以说你说蔡正元 干嘛呢 干嘛呢呀 吃了菜了 到底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明白了吧 而且呢 这个林爽文这个事件 特别的有意思啊 先把结果跟大家讲了 为什么有意思呢 咱们可以啊 从林爽文这个事件 看到这个台湾岛 大家士族的一些历史啊 所以说呢 如果是啊 一些懂历史的人 他其实是知道 然后的话 如果是叛乱事件啊 叛乱啊 叛乱政权 最后那个结果 懂历史的人 也知道什么呢 也知道啊 想要自己的家族 发迹的话 你得了解 台湾岛的大家士族 是怎么样启示的 对不对 这个林爽文 就跟台湾岛的大家士族 启示他相关 为什么呢 哎 大家没觉得很好奇吗 林爽文姓什么 姓林 对不对 跟台湾岛的五大啊 这个家族 然后其中两个是同姓 雾峰的林家 和板桥的林家 对不对 雾峰林家也姓林 板桥林家也姓林 正好这两个大家族 跟这个林爽文事件 也有关联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啊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关联 这个关联是什么呢 这个物方林家的 这个算是老祖宗吧 到台湾的老祖宗 叫林实啊 这个人呢 到台湾岛之后呢 跟这个啊 跟这个这个林爽文结交 对不对 都是啊 来自于张州啊 都是啊 都是姓林的 都来自于张州啊 应该是本家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林实呢 跟这个林爽文就造了反了 啊 对不对 林爽文啊 撑了地啊 我是大皇帝 林实呢 就跟着一起 后来啊 刚才跟大家讲这个结果了 被抓了嘛 评乱之后 给评下来了 跟大家讲啊 林爽文到 在台湾岛最后拉出来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算是队伍吧 这样的一个军队几万人 我记得没错的话 三五万应该少不了 三五万人的军队啊 这已经是一方的一个势力了 然后林实呢 是其中之一 也就是啊 乌丰林家的老祖宗 林爽文死啊 这个被这个林池啊 这个消守失重 林实呢 林实死于狱中 可是呢 林实的这个遗孀和孩子还在 因为他不是煮饭 他不是煮贤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遗孀呢 带着孩子呢 就搬家了 搬到这个台中的乌丰 哎 对喽 对不对 这就是乌丰林家的一个起源 乌丰林家的起源 跟造反相关 跟天地会相关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可是呢 这个乌丰林家的起事 然后的话 他又跟大清朝相关 清朝平乱 对不对 清朝福康安平乱 把这个林爽文啊 消守失重了 这个林实的孩子们呢 借着当时清朝的官员 台湾巡抚刘明川的势力 乌丰林家起事了 刘明川建设台湾岛 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这个中国第一条海底电缆 就是刘明川啊 从福建拉到这个 拉到这个台湾岛的 对不对 第一条海底电缆 修电站 啊 这个修啊 水吧 刘明川在台湾岛上 建了很多的一些啊 一些设施吧 一些基础建设 这些基础建设会带来什么 很多同学可能举手说了 会带来老百姓啊 这个安居乐业 这个生活环境变好 是不是 是 但是 但是啊 这些基础建设 也带来了大量的工程和项目 你永远 你可以啊 这个这个包这些 承包这些啊 工程 承包这些项目 你就发财了 对不对 吴峰林家也就因为承包了很多流明船当时发包的这些项目发财了 讲到这的时候跟大家多讲一句啊 为什么当时流明船有这个基础在台湾搞建设 因为当时的大航海时代 大家记住 当时是大航海时代 然后台湾的这个位置很特别 对不对 很特殊 台湾这个位置啊 可以是啊 可以成为一个中转站 什么样的一个中转站 这个美国呀 欧洲啊 与中国进行交易 进行贸易的一个中转站 大家得记住啊 包含什么波士顿清查事件 跟台湾岛也直接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呢 茶叶呀 跟当时的大清朝的贸易 都得过台湾岛 从台湾岛这边买点茶叶 红茶 对不对 然后台湾产茶 原因根子在这 跟大航海时代相关 也就因为这种贸易 这个国际贸易 导致台湾岛的经济 蹭蹭蹭的往上去涨啊 所以说台湾岛在这个大航海时代 海权崛起的时期重要 所以说刘明川给台湾岛 弄了好多的项目 对不对 发展台湾岛 根源在这 对不对 也就有了台湾岛的大家士族的崛起 吴峰林家也因为刘明川的这些政策 导致什么呢 导致自己家族几百年的家业 到现在还在 在政治圈里边 吴峰林家的船人是谁 这个台中的 这个江启臣呢 国民党的江启臣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传承啊 大家可以慢慢观察 不仅啊 不仅这个吴峰的林家 因为啊 是因为这个林爽文事件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启示的一个过程 还有板桥的林家 也因为林爽文的事件也启示了 怎么启的是啊 非常有意思啊 林爽文造反了嘛 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个队伍拉起来 都是三五万人的这个队伍啊 是一方的一个势力啊 林爽文都自己 都自己称帝了 对不对 都称王称称帝了 啊 然后的话啊 啊 这个势力弄得非常的大 所以说呢 这个当时清朝政府平乱 这个对于台湾这个社会啊 也确实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影响 啊 什么影响呢 这个人死的非常的多 对 粮食也没人去种了 对不对 然后台湾岛缺粮了 啊 台湾岛没粮了 那谁会发财啊 卖粮食的商人呢 当时台湾岛卖粮食的商人最大的那一个 就是板桥的林家 板桥的林家就是做粮食生意啊 然后这样的一个啊 发家的这样的一个家族 也就因为林爽文造反 导致台湾老百姓受苦 缺粮缺米 林家啊 板桥的林家也起来了 这是啊 台湾岛五大家族之首的两大家族 板桥林家和雾峰林家 对不对 这个板桥林家的有一个后人啊 也在国民党啊 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个朱立伦 朱立伦的老婆啊 就是板桥林家的人们 总而言之吧 咱们从啊 这个林爽文事件可以看到 对于台湾岛有很多的一些影响 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的话 咱们从林爽文这个人上来看 大家也就也可以看到 蔡正元怕什么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蔡正元最希望的那种状态是什么 对不对 像这个卢沙爷大使一席话 把这个蔡正元心中 那个梦想给破掉了 破掉的东西是什么 破掉的东西就是 对不对 你你千万别当这个林爽文 你要当你当林史的孩子们 物丰林家的 这个这个这个创始人们啊 别当林史 也别当林爽文 对不对 要当当谁呢 当板桥林家 林本源 对不对 当他们这些人 千万别当林爽文 林爽文 断子绝孙呢 对不对 但是卢沙爷大使 这个 这个叛乱政权一出 对不对 你跟这个政权相关 你有没有可能成为 那个林爽文呢 对不对 林爽文 以及啊 这个猪药犯 对不对 揭暗大清律力 凌迟处死 消首示众啊 断子绝孙呢 要不要这种结果又 好可怕的 对不对 再跟大家多讲 多讲点零碎啊 林爽文事件 可以让大家看到 很多台湾岛的一些 有意思的一些现象啊 比如说嘉义 嘉义这个地名 就是乾隆皇帝 遇刺啊 遇刺 乾隆皇帝 为什么要遇刺 这个地名叫嘉义呢 因为嘉义 之前的名字 好像叫侏罗 侏罗 侏罗镇好像是啊 然后的话 这个这个乾隆皇帝啊 因为侏罗镇 那妈名字太难听了 对不对 怎么一堆猪崽 就这个意思呢 改名叫嘉义 你们都是义民 为什么是义民呢 嘉奖义民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你们协助啊 福康安平乱了 那讲到这 又可以让大家看到 台湾岛社会的一个现象 台湾岛的这些民众 为什么会协助 这个清朝政府来平乱呢 来收拾这个林爽文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 林爽文是张州人 台湾岛 台湾岛有那么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互相的大砍大杀 为什么呢 抢地盘 为什么要抢地盘呢 台湾岛正是啊 等待开发这种状态 那算是啊 新拓展的一片土地 对不对 这个清朝的啊 这个福建的这些移民 福建的这些啊 迁往台湾的这些老百姓 那抢地盘啊 抢地盘靠什么 抢地盘靠的不是什么 法法律的文书啊 没有法律的文书啊 大量的都是原始的土地啊 哪有什么法律的文书啊 没有归属 我赶紧上 把那些原住民打跑了啊 我们这些汉人冲过去 抢 可是汉人跟汉人之间 也有区别 区别是什么呢 你来自的是张州 还是来自的是泉州啊 还是你说你是客家人 所以说呢 当时台湾岛上啊 有那么一个现象 叫张权卸道 也可以叫张权客卸道 林爽文 刚才跟大家讲了 张州人 林爽文呢 他这个造反呢 造反 你就造反吧 然后造反你打 打这个台湾岛的不同的地区啊 打的全都是谁的地盘呢 泉州人的地盘 也打这个客家人的地盘 所以说呢 台湾岛三大势力啊 这个张州 泉州 客家 这个张州这边 你把这个泉州和客家 全 全得罪了 你抢人家的地盘 那人家怎么办呢 给你拼了 对不对 要清朝来平乱了啊 这个泉州和啊 这个客家的这些老百姓 打死你林爽文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不过呢 整体的啊 今天跟大家把这些东西讲完 就讲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小故事 以及历史上 对于中国历史上 对于政权的一个认定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 蔡正元这些人 对不对 懂不懂历史 懂历史 他就因为看到了历史上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些事情 所以说 他才会着急嘛 认定称为叛乱政权 断子绝孙呢 这真的不是我夸张的跟大家讲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告诉他 告诉大家的这个林爽文事件 就是如此啊 对不对 而且呢 咱们看林爽文事件 还能够看到什么 还能看到台湾岛大家氏族的崛起啊 对不对 你你造反了 对林爽文造反了 然后的话 这个台湾岛啊 需要建设 需要建设的时候 你哪怕像板条林家 林本源他们家 对不对 做点大米的生意 他都能够发家 都能够成为台湾岛的这个啊 五大家族 最顶尖的那两大家族之一 对不对 然后呢 不仅啊 能够看到板条林家 也能看到雾峰林家呀 对不对 你平乱了 你把这边占了 你也得需要我们来管理台湾岛 你得给我项目 你得让我去搞建设 你不让我承包那些大项目 你不让我赚钱 林 这个林爽文这种事件还会出现呢 对不对 你得安抚我们张州人呢 对不对 这个林爽文是张州人 我们临时雾峰林家 也是张州人 所以说呢 大家看到了什么呢 非常有意思啊 然后他像蔡正元 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急 对不对 你只要不做叛乱的事 不就行了吗 可是呢 不做叛乱的事 他心里边那个梦想 对不对 我想要成为板条的林家 想要成为雾峰的林家 几百年之后 还有我们的传承 对不对 几百年之后 你看一看 对不对 这个江启臣 这是台湾政坛上 雾峰林家的后人 对不对 你看一看朱立伦 那是政坛之上 板条林家的后人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 我 老蔡家 我也要 结果呢 这个叛乱政权 这个四个字一出 直接断了他的念想 挤了 但是台湾岛的未来 之前跟大家讲过 你最好别在这算计 对不对 机关算 机关算尽啊 太聪明 反悟了 轻轻性命啊 倒霉的必然是自己 你以为 对不对 你可以啊 说两句话 对不对 然后拉着一些网友 来自于大陆 来自于台湾 啊 这个骂一骂国台办 骂一骂这个卢沙爷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 骂骂这个骂骂那个 显得你好像很重要 能够引发一些老百姓的 一些啊 这个意义啊 对于政府的一些意义 你觉得你有能力 林爽文 当年有没有能力啊 对 一拉一支队伍 三五万人出来了 有没有能力 到最后什么结果呀 别耍那个小聪明 到最后自己会倒大煤呀 所以说呢 台湾这点事 大家等着看 有意思着呢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有没有能力啊 有没有能力啊 感谢观看